小姐 我们的菜都 好了 九龄 生辰快乐 往年你的生辰 都有很多的人 可这次情况不允许 所以不能打扮 只能借由此 祝你生辰 准备礼物了 这儿呢 自己看吧 必须要严肃 九龄 我知道你每年生辰 都要去御膳房 吃着长烧糕 所以我 问别人要了方子 我自己做的 你尝尝 如果不好吃 你也别嫌弃 将就着吃吧 可以试试 以前每年生辰 父皇都会让御膳房给我做这个 去年没吃到 我以为今年 朱瓒 朱瓒 谢谢你啊 以往 是你父皇护你 以后 我来护你 你尝尝 你尝尝 好吃吗 好甜啊 好甜啊 好甜 我没方糖啊 是心里好甜 啊 九龄 你什么时候学会说这般俗话了 你尝尝了 亲手了 小姐我们的菜都 小姐我们的菜都 好了 那个大家过来吃饭了 菜已经上桌了 那吃饭吧 吃饭吧 吃饭吧 好了 好了 坐好